男人推开门出现一双小短筒 他拿出一块毛巾 从脚趾头给女孩慢慢擦拭 他的双眼是那么的明澈 对小姐没有一丝非分之想 要是换成一般人早就变禽兽 他叫小左 十岁那年 就被父母卖给春情家当奴仆 十年来 一直对小姐都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而春情对他也是绝对的信任 日常的生活起居 全部都由小左照顾 虽然会遭到他人的嘲笑 但他一个瞎子 根本就看不见 小左跟在春情的日子里 他还学会了化妆 每天都把春情搭扮得美美大 当然除了照顾春情 他还是店里的伙计 每天还要照顾药铺生意 这天小左爸爸来赎他回家 但是小左坚持留在药铺 因为这里有春情 照顾春情的日子里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感情 但春情出生高贵 小左出生卑微 春情高傲的骨子里 不允许他放低身份 小左虽然喜欢他 但骨子里的奴性 让他对小姐敬而远之 二人的关系也是唯妙唯笑 春情听说小左爸爸来接他 并没有立刻让小左去见他爸爸 而是让他先送自己去琴房 但是春情长得甚是美貌 也难免被一些男人看上 小左把春情送到琴房后 他才自己前去见父亲 接着再次返回琴房听春情弹奏 每次春情弹三弦的时候 他都是在一旁激音节 即使有人打扰 他都会无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还拿出自己的琴模仿春情 但想到在宿舍会吵到同事 他选择出去弹奏 雪地里他紧闭双眼 回忆模仿春情弹奏的音节 但是他的琴声还是吵醒了店里的伙计 其中一个不耐烦了 直接出来大骂小左 小左跪地求原谅 但是伙计上前就把他琴给摔碎了 这一幕正好被春情看见 他把小左喊进闺房 并告诉小左有弹琴天赋 打算收他为徒 但是他姐姐认为 男仆身份卑微 是不能弹琴的 这时春情母亲出面 并打算收小左为干儿子 这样就能摆脱奴仆身份 很快小左就成为了春情徒弟 这个瞎子脾气太大了 徒弟只是弹错一个音节 直接就弄伤他手背 虽然他看不见 通过小左的声音却知道 自己徒弟肯定受伤了 但是身为高贵的小姐 他不可能认错 为了把小左交好 直到半夜两人都没有睡觉 他的母亲担心他们 劝说他们赶快睡觉 但是脾气大的春情 坚持让小左要完整弹奏一首曲子 母亲没有办法 只能让他们继续 直到第二天早上 春情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学完一首曲子的小左 还发誓以后会好好照顾春情 不料却引来春情的不满 他认为小左是在嘲笑他是瞎子 但小左没有丝毫嘲笑的意思 只是春情的自尊心作祟罢 最后还赶走了小左 小左出来后 一直不敢靠近春情 不宜会发生地震 所有人都往外跑 只有小左往里面冲 他找到春情 并把他抱在墙角 用身体护住春情 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直到地震结束后 春情才知道小左对他是真心的 一年时间快速飞逝 小左情义天赋极高 还得到春情师父的认同 很快在师父的教导下成功出世了 这天春情父亲把他叫到书房 询问他春情肚子里的孩子 是不是他的 小左不敢承认 春情父亲其实知道是他的 但是见小左不承认 同时也认为他没有担当 而春情这边 他的母亲同样询问他孩子父亲是谁 春情知道那个年代 奴仆与小姐结合 可能是会被亲出笼的 加上骨子里的高傲 他也没有承认 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 他决定再次找小左谈谈 并答应小左解除他的奴仆关系 只要他对春情好 就会把春情嫁给他 可是小左还是打死都不承认 现在的他还不敢明面上娶春情 依然像一个奴仆一样照顾春情 虽然奴仆身份被解除了 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奴隶 永远也改不掉的奴行 这天春情被一个富二代请去演奏 不料却出事了 这个富二代假意请盲女喝酒 可是他别有目的 趁盲女放松之际 一把抱住他 打算霸王硬上弓时 盲女划伤富二代拼命地呼救 赶到的小左 连忙带着春情离开 回到情房后 小左正在教授两个女徒弟 两人看着他弹琴样子很奇怪 明明不瞎 却要闭眼弹奏 两个女徒弟的话 刺激到了春情 春情把小左叫到内房 故意询问两个女徒弟长得怎么样 小左实话实说 还说心中只有春情一人 春情有些羞涩 这是小左的第一次表白 春情也默认接受 还让小左到自己身边给他取暖 夜晚的时候 富二代怀恨在心 派一个贼人偷偷溜进情房 趁春情不注意 直接给他倒了一壶开水 疼痛感让春情瞬间惊醒 小左赶到的时候 春情已经严重被烫伤 但春情为了不让小左看到自己 他用手死死捂住脸颊 第二天伤势虽然得到处理 但也因此大面积毁容 为了不让小左看见自己丑陋的一面 春情打死都不再见小左 小左对春情被毁容的事 深深感到自责 因为自己的保护不重 才让春情受到伤害 他一夜没睡 求菩萨保佑春情好转 但春情为了不让他看自己 总是与小左保持一定距离 小左为了接近春情 他很快做了一个决定 他看着地上的钢针 眼神中充满了坚定 随后用钢针刺瞎自己双眼 因为他要让春情知道 春情最美的一面 将会永远保存在他心里 重伤的小左爬到春情面前 在一番摸索下 春情也知道他做了傻事 这一天他们之间再也没有了见性 两个瞎子最后也走到了一起 虽然小左对春情的爱有点畸形 但放到现在 这世上还有为了爱人 宁愿舍弃生死 放弃光明的男人吗 感谢观看